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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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带来的效应都是由导演以及剧组给观众们故意制造出的假象 也就是导演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是让观众们能够记住这部戏 这是在小苗看来导演的真正用意 为什么小苗会这样说呢 你可以这样想 导演辛辛苦苦让这部剧代升 是不是为了让观众朋友们能够记住这部戏 从而达到流芳百事呢 再者小苗写一些好的稿子 或者说一些好的故事 为什么永不比 不就是为了让读者能够记忆深刻 能够记住吗 这就是小苗理解的层次 大家也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只是这种感觉要小 举个例子 你用心的做了一件事情 是不是为了让别人能够记住这件事情 或者能够记住你呢 题外话说的有些多了 但用意就是这样 记忆之下的大结局并不是草率 而是别有用意 主演任嘉伦和谭松玉都发表了微博道别呢 说明不光是观众热爱这一部戏 主角也很喜欢甚至热爱这部戏 导演也是让大家包括演员都记住 这样一部很好的戏 难道这样不好吗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